各位老師大家好 這條影片想教一下各位老師 如何可以自己定義Magic Pen的背景 如果要做這件事 各位老師一定要在MyFeelboard.com 綁定自己的Google Drive才可以做到 我們現在就去網站看看如何做 首先登入MyFeelboard.com 同樣地按右上角 icon這個位置 按進去 就按Follow Me 按Follow Me Follow Me裡面會有一個魔術線筆 按一下 我已經把我想要的背景 上去我的Google Drive 如果老師應該要怎樣做呢 其實去Google Drive 如果你綁定了Google Drive 到MyFeelboard.com的帳戶 你會看到多了一個Folder 叫做MyFeelboard 按進去 裡面就會有一個Folder 叫做MagicLine Pen 按進去 把你想要的背景圖片放入這裡 然後去到MyFeelboard.com 就可以看到你自己上載的背景圖片 我就選了一張四頁草的背景圖片 然後放進去 同樣地在MyFeelboard.com也會看到 然後我們回到白板那邊 當我成功上傳了我的背景圖片 打開Magic Pen 那你會看到 其他後面這些就是 本身預設有的背景圖片 第一張這個是我剛剛上載的 新的背景圖片 就是一個四頁草的背景圖片 有興趣的老師可以選擇自己覺得有趣 或者覺得美觀的背景圖片 來自定義自己的Magic Pen 或者是配合教學 用一些教學相關的圖片也沒問題 那Magic Pen是怎樣用呢 之前的教學已經有教過 如果老師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看前面的教學 好 那今天的教學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